纵所周知 这几年火了个组合 那就是TFBOY 酷泉外表亲身的笑容 你不服不行 但是现在当红小声 没黑吧还真不行 于是大家黑点就集中在 唱歌难听实力不行 脑残粉正多 至于有人黑他人 仅仅是因为别人黑而黑 你因为别人黑而黑 而不是因为你想黑 他而因为别人黑而想黑的 骚你们 你简直够够了好吗 如果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的话 TFBOY还是能对得起 当红组合的称号的 至少人家脉象正点 唱歌不算太差 我一对不起的 只是脑残粉太讨鲜了而已 于是咱们就不和这几个 小女孩了好吗 那不男孩 试问除了他们占据 当红未成年组合的江山 还有谁能呢 就在前一阵子的热搜榜里 横空出示了一个 响彻天气的组合叫做 就在网上各大标题 都以秒杀TFBOY来炸锅的时候呢 咱们来看一看 这无比青春 单纯年轻其魅力十足的 百度的词条上这样写着 和TFBOY同样年轻的 青春女子组合 本歌瞬间就想要 空中旋转飞 妈的智障 我知道年龄差不多相近 不过就这脸 基本上已经可以叫做 青春少妇了好吗 据起台湾媒体称 爆料人当初捧过 他的卖点就是 丑 妈的智障 本歌瞬间就让他 三百日子都选起 空中菊花爆炸 想说什么呢 其实唱歌 才是热光组合 真正的卖点 我就是正能量 麦芽糖的云朵 太阳帮花花了 冰淇淋的彩虹 玩过了湖面 蛋糕做的体贴 牛奶香的山圈 我要去的地方 由你来实现 你来自 sommes �ont 云朵 这是 5 5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